2006年10月,莫里森在自己的公寓中遇害,作案人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当晚,朋友泰勒拿着烈酒钱去拜访,这原本是一次欢乐的小剧,却最终以哭哑的勒吼酿成命案。 泰勒在完事后投案自首,他被宣判无期徒刑,13年内不得驾驶。 但此时,他没有任何的悲伤或是懊悔,相反的,他嘴角上扬如是重负般的笑,因为他的计划还在继续。 哈克老兄,欲中见,我将给你带去一份厚礼。 哈喽大家好,我是鬼灵异,2021年10月,哈克的假释申请被驳回。 23年前,他谋害了一位叫朱莉的四个孩子的母亲,朱莉的尸首至今没有被全部找回。 凶手哈克还留下了一个谜题,并暗示,谜语的答案就是朱莉的下落。 我拥有一家银行,但里头没有钱,我跌倒了,人可以继续前行。 我有一张嘴,但不会吃东西,我有一张床,也不用于睡觉。 有开始,无结局,我是什么,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大卫哈克,一个有着蓝色眼睛,身体健壮的小伙子,他在家乡混得并不好。 16岁时,因为袭击两名男子和他们的狗而被关入少管所。 1995年2月,他因为无法实现成为一名摇滚明星的梦想,于是决定换一个环境,来到英国的达林顿谋求发展。 这一个城市似乎很适合他,20岁的哈克在一开始发展得挺顺利的,他在酒吧中登起了著唱,还赢得了一小群小青年的追盘。 他组织过一场慈善音乐会,希望人人平等,反对种族,颜色和性别歧视。 当时的哈克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友善,充满了正能量的人。 一位叫马特的16岁男孩爱上了他,哈克去到他的家中做客,他对马克的母亲和姐姐都很有礼貌。 虽然两名男子最终没能走到一起,但马特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不曾后悔有过这一段经历,因为那时的哈克真的挺好,既聪明又愤趣。 不久后,哈克与青春期的JF成了朋友,有一小段时间,哈克借助在他家。 JF和家人并没有问哈克索要房租,哈克也从来都没有给过,不过他会帮助JF学习,也会帮助JF的家人干家务。 若不是哈克在其后遇上了贝奇,哈克或许能与JF从朋友发展成猎人,毕竟他们一家都很认可他。 对于贝奇,哈克是真的喜欢到了无法自拔。 1997年,哈克在外面租建了套公寓,贝奇作为他的女友搬了进去。 根据邻居的反馈说,这是一对恩爱健谈且素质不低的恋人,除了会很主动地与邻居们打招呼外,他们都还很有爱心,见到邻居有难时,总会很热情地伸手援助。 可惜一年后,两人分手,没有人知道分手的具体原因,只是在贝奇搬走的那一天,有人看见哈克哭了。 而自从那以后,哈克不断丢了工作,还变得拉里拉踏,整日醉醺醺醺的。 而更让邻居无法忍受的是他的新宠,老鼠。 邻居们曾向他抱怨,希望他能够注意一下个人卫生,但哈克的回应则是一个恶狠狠的眼神。 他越来越强势,粗俗,不可理喻,他甚至还会因为一些小事撩起衣袖,示意谁在啰嗦就揍谁。 这让邻居们感到无奈与无语,直到当年的四月,另一个女人,朱莉出现。 朱莉31岁,她似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真爱,曾有过四个孩子,不过他们都不在自己的身边,前三个分别归了两位生父,这一度让开朗的朱莉患上衣。 因为太过思念,她整晚整晚的无法住眠,然后便依靠安定片度日。 朱莉在后来遇到了泰勒,两个人相恋了三年,泰勒大大咧咧的喜欢喝酒,习惯于独来独往。 在与朱莉好上后,虽有收敛,但两个人还是会经常因为泰勒无法全心全意的照顾小家而发生争执。 他们有考虑过结婚,然后搬去海边,但经济现状让他们无力承担。 朱莉的意外怀孕,使得泰勒非常兴奋,但根据泰勒在后期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两个人在当时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即便他们都想留这个女儿在身边,但真的很难,也不合适。 于是朱莉主动提出把女儿送人,但当她真的这么做了以后,又开始无尽的懊悔与沮丧。 朱莉只能通过酒精和药片来麻痹自己,她会经常一个人突然消失,可能是一两天,也可能是一周。 当她再一次出现时,已是盆头共面,但第二天,似乎一切又恢复如常。 1998年4月1日,男友泰勒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情况,也许是朱莉的愚人节恶作剧,总之她再一次失联。 泰勒有些厌烦,当然她也习惯了这种状态,所以她并没有立刻报案,而是等了五天。 五天后,她找了朱莉的好友打探其下落,好友表示,人不在她那儿。 泰勒随后又找到了朱莉的大女儿,大女儿提供的两个信息让泰勒开始紧张。 朱莉错失了与大女儿约定的见面时间,大女儿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在上个月的月底。 那会儿,大女儿在公园的长椅上撞见了朱莉和另外一个小伙子待在一起,他们喝得酩酊大醉,朱莉说她想成为小伙的女友,然后在一旁的小伙子哈哈大笑。 大女儿本想问妈妈要点钱,但见妈妈这般模样只能作罢。 泰勒在听后前往公园寻找朱莉,他不知道那个小伙是谁, 他也不清楚朱莉是否出轨了。 公园的长椅上空空如也,一位常来慢跑的路人告诉泰勒说, 他也曾在4月的上旬看见过朱莉和一个小伙子待在一起。 因为没有更多的具体下文了,4月29日实在找不着女友的泰勒选择报案。 警方在接警后向报社公开了朱莉的照片, 很快一通举报电话打了进来,举报人是哈克的邻居, 他说自己有看见朱莉曾走进过他所居住的公寓牢。 5月16日凌晨2点30分,警方封锁了那栋楼所在的整片区域, 经逐步排查在这栋楼不远处的一条小巷深处, 发现了一只长越三英尺,宽约两英尺的马带。 它被灌木挡住了部分视线,散发出了一股强烈的臭味。 当强光照去,马带被解开后,惊陷了一对肩胛骨。 达林顿,一个在当时并不怎么安定的城市, 有很多酗酒的无业游民,犯罪率相对于其他的城市也偏高, 但极端的恶性事件极少, 所以当时巷子里的马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们以为那是垃圾或是有谁家的过世的宠物, 因为主人没钱安葬便扔了他们。 而据周边的邻居反馈,这个袋子其实已经在这里两周有余。 经法医鉴定,缺了头和四肢的碎尸属于朱莉, 朱莉的家人和男友泰勒都希望能够找到那位最后头朱莉在一起喝酒的小伙, 兴许他能知道点什么。 也很快,多人同时检举,说哈克就是那个小伙子。 哈克与朱莉在酒吧中偶遇, 两个人当时都处于人生的低谷。 一个哭诉说自己失恋了, 另一个就在哀叹,没了孩子, 人生的不如意让他们产生了共鸣, 而酒精更是成了他们之间的纽带。 于是两个人相约, 从早到晚地喝酒, 再后来朱莉消失了, 唯有哈克一个人, 他会不定时地跑到公园的场宇上讲故事。 内容是一个有关于离奇惊悚的痴人事件, 他的朋友或是路人都觉得哈克疯了, 但现在看来, 朱莉最后被发现谁的样子, 竟同哈克故事中的女主一模一样。 哈克曾经的男友马特告诉警员说, 他又记得, 哈克在某几次讲故事时, 直接换故事中的女主叫朱莉。 警方逮捕了23岁的哈克, 他1米95的身高留着寸头, 头上有两个纹身, 分别写着亚人类和混乱。 在对其进行审问时, 哈克看似很配合, 他承认自己在前一段时间约会过一个女人, 他的名字叫罗克山, 他说自己和罗克山在公园的场宇上喝酒, 不过警方推测, 所谓的罗克山其实就是朱莉。 与此同时, 另一组警员来到哈克所租借的公寓中进行搜索, 正门的门锁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打不开, 于是他们便从后门走进, 只见门宽下方有着暗红色, 拖拽的印记, 跟着这一些印记, 警员先是来到了底层, 一个类似于地窖幽暗的让人发慌的房间。 墙面上写着一段令人费解的句子, 我失去了求生欲, 以舍眼重生, 成为神的大小。 朱莉的衣服, 运动裤和一些个人财产在这里被找到, 接着警员便来到了杂乱肮脏的厨房, 架子上有刀具, 上面黏糊糊的, 但朱莉的运动鞋却像是战礼品一样, 被很好的摆放在那儿。 厨房的墙面上出了一些古怪的文字外, 还有很多喷溅的血迹, 最后警员在车库中发现了一条 占有朱莉DNA的毯子。 面对这一些确凉的证据, 哈克总算承认自己害了朱莉, 不过接下去的一段供述, 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他说, 我把朱莉带回家, 我们坐爱了, 但节奏感不尽如人意, 我感觉到无聊, 便随手拿起了紧身衣, 想找点刺激。 我失手了, 提前结束了它。 我对它进行了处理, 然后烹饪了一大盘意大利面, 面中的肉类食材取自于朱莉的大腿, 混着大蒜与黄油一起吃, 那真的很美味。 哦,顺便提一句, 朱莉是垃圾, 我是在用善心处理垃圾。 哈克拒绝透露朱莉的剩余部分在哪里, 警方虽然有对周边区域进行了更详细的搜查, 包括森林、河流、 两万吨的垃圾堆和排水沟等, 但一无所获。 不久后, 他们发起了对哈克的指控, 哈克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归咎于脑海中的一个声音。 精神病学家评估, 哈克是反社会性人格的精神病患者, 他告诉医生说, 自己的报复是要成为一名连环杀手。 朱莉是自己的第一个客户, 其后他还害了另两个女人, 但这一点并未得到警方证实。 7月24日, 朱莉的葬礼是一场简单的仪式, 当天到场的家人和朋友并不多, 朱莉在三岁时母亲因病离世, 外婆将她可怜, 便一直照顾着朱莉。 祖孙之间的感情很深, 朱莉出事后, 全家人担心老人家会承受不住打击, 所以一直瞒着, 告别仪式也都没有通知她。 朱莉的孩子们也仅被告知, 母亲是因为癌症离世, 他们在那一段时间不被允许看电视, 不被允许随意出门, 自然妈妈的葬礼也没有邀请他们, 大人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他们。 1999年2月, 哈克站上了被告席, 他没有意思地忏悔, 检方指出, 哈克实在是太邪恶了, 有证据显示, 他还曾折磨和肢解过动物, 哈克在被羁押戴神期间, 甚至还希望预警能把他搞一些失手, 他说他好那一口, 还很骄傲地表示, 那一些皮能够制成面具。 法官尊重宣判哈克无期徒刑, 14年内不得假释, 但朱莉一家的命运, 却似乎被诅咒了一般, 噩梦远未结束。 哈克入狱后曾尝试联系报社, 说服他们出版有关于自己的书籍, 哈克把自己描绘成了受害者, 并向法院提交申请, 指控自己的父母才是元凶。 他说自己的父亲脾气暴躁, 有事没事的就拿他出气。 母亲因为残疾帮不了儿子, 所以导致哈克在6岁时, 就已经尝试在学校中用尘子来亲身。 10岁那年, 哈克被关在家中, 被迫观赏了父亲对母亲的家宝, 以及父亲随后切猪肉的场景。 最后, 父亲让哈克帮忙, 把红色的地面清洗干净, 哈克因为拿错了抹布, 被父亲一顿毒打。 哈克表示, 自己并不是恶魔, 他只是一个没有得到爱的怪物, 而每个人的胸前都有一个V或者是爱, 代表着受害者或呼呼。 不过法院并未受理此案, 因为哈克的所有指控均没有实质证据, 他的父母拒绝评论自己的儿子, 有记者拍摄到, 哈克母亲自饶自闹事后, 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后期, 哈克出了一个谜题, 暗示谜底就是朱莉的下落。 朱莉的哥哥为了破解谜题, 曾一度精神失常, 他认为哈克所指的是河流, 有源头没有尽头。 于是, 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在朱莉出世地附近的河道里, 进行搜索, 但一无所获的结果, 更是让他崩溃。 哈克还给朱莉的前夫 以及男友泰勒书信, 嘲讽他们无能, 永远都找不回朱莉。 这两个男人, 本就因为朱莉之事备受打击, 加上现在哈克的讥讽, 前夫因为不堪思念与压力, 选择轻生, 男友泰勒也变得易怒。 他在后期犯下了四次轻罪, 在监狱中接受改造。 2005年时, 泰勒出狱, 但听说自己的好友莫里森 在自己被关押期间, 可能睡了自己的新女伴, 这让泰勒火冒三丈。 他甚至认为, 莫里森跟哈克一样, 都是来想自己的女人的, 于是一个邪恶的计划, 正在他的心中酝酿着。 2006年10月21日, 泰勒带着一些烈酒, 叫了一辆车, 他来到了好柳莫里森的家。 在灌下了数杯酒后, 莫里森已经畏醉, 泰勒顺势站了起来, 他绕到了莫里森的身后, 然后一只手猛掐他脖子, 另一只手则去解开莫里森的裤腰带。 他把裤腰带缠在了莫里森的颈部, 直到莫里森没了气息。 接着, 泰勒不慌不忙地投案自首。 2007年3月27日, 泰勒被判处无期徒刑, 13年内不得假释。 他在听到判决后笑了, 有种如是重负般的感觉, 但也像是笑里藏刀, 因为他认为, 自己站在重刑监狱中遇见哈克。 而他的第二个计划, 就是让哈克去死。 可结果, 他并没有被安排到那里, 泰勒在入狱的三个月后, 在牢房中上吊。 现在, 朱莉的儿女们都已经长大了, 他的大女儿表示, 其实自己很早就知道, 妈妈不是因病离世。 他其实有在事发时, 偷偷看过电视新闻, 食人魔的字眼让他感到了恐惧。 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不敢上网搜索妈妈的名字, 而在某一天, 校园的石头内, 有一位男生使坏, 他捧着一盘肉, 站在大女儿的面前。 他说, 我们吃的是你的妈妈。 大女儿在后期, 被诊断患有创伤性应急障碍。 朱莉的另一个儿子, 也在后来得知了真相。 由于缺乏母癌等原因, 他在2018年时, 走上了岔路, 因为抢劫罪, 被捕入日。 2021年, 哈克申请假释, 10月26日, 申请被驳回。 因为根据2020年通过的海伦新法, 如果罪犯不能提供受害者最后被丢弃的位置, 就不考虑假释。 这也算是对受害者的一种尊重。 不过, 哈克将会有资格在2023年再一次申请假释, 届时不确定他是否会选择放朱莉回家。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